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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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还指望着 你那乡下那俩侄子养活你啊 他们不就是图你在北京的房子吗 那你图什么 我图你什么呀 不是 我就说 都这么长时间了凑合就过呗 我不想凑合过 这有意思啊 这以前是天天追着我 要跟我结婚 好不容易想拯救他吧 他还来劲呢 这都是一些收视率的大奖 怎么没有一个正经的奖项呢 飞天奖啊精英奖啊 您就别想啊 我早就跟您说了 咱这欢天喜地九仙女 就是下里巴人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公司呢总算是挣到钱了 也算是柳暗花明了 对了 陈导 新的剧本大纲您看了吗 看看 觉得怎么样 中国版的美国往事 但人性分析的是非常透彻 不过呢 有点沉重 也有点残忍 谁写的 您别管是谁写的 我就问您这大纲行不行 可以啊 行 行 这就是你要的阳唇白雪 对啊 我之前不是答应您了吗 欢天喜地九仙女之后 我们必须要做精品剧 不流芳百世 干脆就一筹万年 从你那个故事大纲来看啊 这又是一个大的项目 人物关系复杂 场面宏大 制作的要求上呢 那更是精益求醒 否则这个细的味道就出不来 对 我我非常同意 必须精益求精 必须高成本大制作 必须高举高达 我就想着这个作品啊 咱们做出来之后 十年之内 那帮同行 望尘莫迹 我就喜欢你小子的野心 但是我得提醒你 这个欢天喜地九仙女 刚刚让你的公司缓过劲来 难道 你还要给自己 挖一个更大的坑吗 这有坑才能往处爬呀 算经济账 这可不是百分之百靠谱的事啊 天底下都没有百分之百的事 你小子跟我说实话 大纲是谁写的 我 我 大纲是不错 但是 大纲只能看出一个线索人 有没有功力 那还得看剧本本身 那剧本怎么办 这次的剧本 是 我自己写 你自己写 没错 哥哥 莫莉 阿姨好 阿姨好 你们好 这些都是你的同学 对 长得真好看 起名 我是绿色的 我是四仙女 起名 我是紫色的 我是七仙女 起名 你做我的李逍遥吧 我来做谁的李逍遥啊 做我们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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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干嘛干嘛干嘛 跟我一起来 你们俩来追我 你们慢点跑啊 小心啊 先下去 先下去 不能俩 都放这边来排队 都放这边来排队 排队前面 都放这边来排队 给我一套 先进去 先进去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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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咱能有钱够低调的了 都选择走后门了 怎么还有人能发现我们呀 突然觉得吧 这当明星 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接电话 小小叔 喂 小小叔 您来北京啦 那冯都最近写剧本呢 对 把自己关在郊区的别墅里 好 别 行了 那一会儿见 小二叔再见 小二叔来了 这大老板 姑母这又有什么新项目呢 还行吗 手多脏啊 又不是没筷子 妈妈做的饭好吃 好吃也要用筷子 这孩子啊 不爱吃米饭 就爱吃你做的面条 他是北方小孩嘛 阿姨 做这面其实也不是很麻烦 启明喜欢吃 您没事就给他多煮煮 好 妈妈 你今天就回去北京吗 估计一会儿就得走了 这次都待好几天了 不过没事 妈妈下个月还来呢 那你在这儿乖乖地等我来 每天一定要多吃饭 长大哥 好不好 这孩子挺听话的 没事你就给他多弄点水果 蔬菜什么的 然后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放心 不再跟他还没听 是 秦队 小爱说了 肯都写剧本呢 对呀 他说他要写一个 空前绝后的电视剧 怎么这小子想改行吗 你还不了解他 他认为自己干什么都行 对了 秦队说 您带来会儿来北京找他 有事啊 有事 我在车上给她打电话 打不通 就想起你来了 什么事啊 让她再给我拍个专题片 还拍啊 我的男女啊 你别哭了 你跟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 都是那个 什么 欢天喜丁 求仙女闹的 说什么 说人 人站在树上一念证 就能飞起来 这不是瞎扯吗 你这意思是说孩子 是在老板见识决定的 都是那破天使闹的呀 我这孙女啊 天天地想成仙啊 我的男孙女啊 我这就没有 爸 怎么了 四嫂来家里闹 不是 他孙女看了电视 从树上往下跳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 你别跟他说了 咱报警吧 不是 你 你先别着急 这事还没搞清楚呢 他要告就让他先告 等他弄清楚再说 好不好 没事的 跟我没关系 这事再赖也赖不到我身上 西城 肖战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这儿出差呀 你呢 我也出差 回深圳呢 我回北京 几点分页 还有点时间呢 两会儿 走啊 谢谢 听说你们公司的 液晶电视上市了 效果还不错 回去我也打算换一台 就卖你们公司的 其实 在上市之前 我心里特别紧张 因为各家的等于子 跟背头啊 都卯足了劲地宣传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上市以后下过怎么样 竞争激烈着呢 这十几年前电视机还是日本人的天下 谁能想到国产电视机发展得这么快啊 您初的时候 我们公司为了庆祝那项目成功 组织去东南亚里留来扔 结果我们一进酒店 你猜怎么着 酒店里的电视机全部都是你们公司的 你猜不得了 当时冯都 还挺感慨的 他感慨什么呀 他现在不也翻身了 冯都这次算是赌赢了 欢天喜地九仙女这个项目 播出以后特别好 远超我们的预期 浙江的钱我们也还清了 还挣了一个笔 那就行啊 对了 最近你们见娃叔了吗 没什么联系 怎么了 娃叔最近状态不好 他不是刚在甘肃成立了一个 驴业基地吗 对 但是据我所知啊 他筹集了好几个亿的资金 而且许诺的回报率特别高 光靠卖驴皮 驴肉制品 估计连利息都挣不回来 我给他打过电话 结果被他一顿臭骂 他说我什么 英雄守旧 根本不像肖家的人 你还英雄守旧 对 这就是他的原话 现在 我还真挺担心他的 公司在上次专题片之后 就跟他没有什么 业务上的来往 对 希望他没事吧 各位旅客 飞往北京的航班 已经开始登机了 我的航班我先走了 听说你们婚期定了 定了年底 十二月二十六号 你一定得回来啊 是 洪都现在可真的是春风得意啊 冯都现在可真的是春风得意啊 冯都现在可真的是春风得意啊 有一个人路过他 看了一眼 给他盖了件衣服 然后也走了 又来了一个人 看看他 没走 找了个地方 把这里都给埋葬了 冯都就上辈子 埋葬我们那个人 我走了 修正 这小子倒挺会找地儿的啊 站住的 不滑进来 二叔 小肚子 我走 今时不同往日了 二叔 那时候没人做专题片 电视台垃圾书的广告 没人管 现在满大街的人 都做专题片 电视台广告 还有人专门管 这法子行不通 一千万 二叔 这事我不想干第二次了 不成就一千五百万 一定要找到目的 怎么做 你做吗 好 医生说了要多喝水 你看 这看来四婶要告冯都啊 四婶到冯家闹去了 让冯家人负责 冯都急眼了 就说让他告诉他 这事闹得 不是听说 那孩子还在抢救着吗 四婶口口声声说摔死了 这 这哪有这么说自己家孩子的 这孩子也挺可怜的 不过四婶跑着人家老冯家去闹去 不过四婶跑着人家老冯家去闹去 这事也做得不理智 你这都大半年了 不打算跟笑意说句话呀 他骗人 而且还骗得天衣无分的 我真没想到 我自己的女儿 居然是一个弄虚作假的高手 你说说 这到底是谁交给他的 这反正不是我叫的 我没说是你 他是一直想上广院 那咱们不同意 他不就想出这种策略了吗 这个策略就是欺骗了 还正儿八经地搞了一张那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进学校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要不是我们去他学校去看看他学习环境是怎么样的 说不准到现在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哪有这样做的 是 这事真是太过分了 可这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俩一直不说话 那不成冷战了吗 对不对 冷战就冷战 一提起这小丫头我就一肚子气 是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那广院都上了一年多了 难道还要把学退了 重新再考清华 这根本就不是清华不清华的问题 我跟所有人都说了 我们家依依 考进了那个清华的建筑系 怎么着怎么着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你让我怎么跟别人去解释啊 你考了半天你就是嫌丢人 这还不丢人啊 你妇女情义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反正我不管 她回来我就出去 我就是不想跟她说 冯都要开会 这不让我来接你吗 你突然就要开会啊 小红军来了 让咱们再给她弄个专题片 又来 咱们先回公司看看吧 好 我说你 你说我回家 我哪回我不是主动的 我舔着脸跟我爸说话 可他就是不理我呀 这怎么岁数越大 心眼越小了呢 这是不是脂肪多了 然后心眼就极小 你没礼貌你 这么说你爸 那您说我还能怎么着 那您要不我给他跪下得了 还下跪呢 我跟您说个故事 申包胥哭琴 这楚国亡了呢 申包胥就到秦国求助 可这秦国人不帮他呀 于是呢 这申包胥就在秦国王宫门口 跪着 哭了七天七夜 于是秦王就派人出兵帮他了 这么着 要不呢我就学他 我就在你们门口跪着哭 哭七天七夜 去 你爸怎么了 让你在门口跪着 哭七天七夜啊 那书上真这么说的呀 你这以前对历史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现在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啊 这个您就不明白了 我跟您说说啊 这个历史呢 就是一面镜子 这人要生活中 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在历史书上 肯定能找着答案 三十六计一定有用 这可是古人的智慧 那你们历史老师跟你讲的 独子哥讲 逢独 这前两年呢 我有一个事情不明白 我就去找独子哥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八个字 明修站到暗渡秦仓 于是我的问题呢 就找个姐姐了 你什么事不明白啊 没啥 就是和学校 有一点小矛盾 和老师斗知都有的事情 这冯都啊 从小就爱读书 读的书多 脑子里东西就多 鬼脸子也多 这回你冯大爷啊 想抱孙子的心可是有门了 冯都年底就要结婚了 他要结婚 跟那女的呀 你怎么说话呢 人家没名字你叫啊 其实冯都和西城结婚呢 其实冯都和西城结婚呢 你冯大爷也不同意 但是没办法 冯都说了 不同意他就搬出去住 那你冯大爷只好答应了 这事啊 别人还不知道 你需要一偷偷告诉我的 回家了 你怎么了 有你这么喝酒的吗 自个儿换自个儿啊 这小肚子结婚这事啊 我这心里都别扭了 你说 是不是北京姑娘 我也就不挑理了 那西城没爹没妈的 她知道孝敬老人们的 是 你看这一春啊 这些年每逢过年过节的 都递着大包小包来看我 你说这以后我还怎么见她呀 除了闻老师啊 这事 我谁都没敢说 冯正立 你个挨牵道的你 老公你给我下来 你怎么下来呀 这倪天一妈还不重养呢 我这谁受得了这个 要不然你下去跟她对蚂蚁 行 行了 你知道没听见 要不然她耳朵堵上 我走大是乌鸦叫啊 一千五百万拍个专题片 效应该不错 是吗 经济效应或许还可以 关键是我们拍什么 你们上次拍的已经是非常过分了 那么这次拍什么 再说了 这个东西将来发行也是问题 可是 公司现在已经在筹备电视剧了 再拍专题片会不会太分神了 一千五百万的 一千五百万的 这活多肥呀 吃不到嘴有什么用 内容呢 没内容怎么拍 是吧 分包出去啊 什么 肖老师我们太熟了 拍得出什么新的东西 而且我们公司也没有多余的人手干的人 所以我想现在新成立的制作公司 没活干得比比皆是 索性就花个六七百万包给他嘛 你是说 让别人想办法 对啊 这说不定别人会有什么新奇的角度 拍出不一样的东西呢 最主要 我们也没有精力忙这个 到时候我们依然是出品方啊 包出去 我们白落七八百万 何况你现在这个电视项目 我们的资金并不重新 这样做还可以有效地补充 我建议不要接这个项目 这两年肖红军一直在内蒙古做集资 但他的驴业工资发展得并不顺利 我听说他许诺他的出资人 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你们想 他每年做什么能有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几年前的浙江集资案 跟肖红军现在的做法一模一样 我担心他在搞庞氏骗局 什么是庞氏骗局啊 就像吹气球 越吹越大 越吹越大 到最后撑不住了 就砰 炸了 这个说法有意思啊 你是不是担心肖二叔付不出利息 要发展新的投资人 用新进的款项来弥补以前的利息 长此以往 总有一天资金链会断 如果我们参与他的宣传 搞不好将来就要受到牵连 庞氏骗局已经好几百年了 现在已经有解决的方法了 上市 上市 上市就是解决庞氏骗局 最好的方法 有几家公司都做了 都成功了 行了 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托朋友问了 肖二叔已经找了 国内最好的上市咨询公司 已经开始走程序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进股市里面套钱 就能解决问题吗 对 只有进入股市 才是解决庞氏骗局 最好的方法 肖二叔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 还是像我说的啊 到时候我们找几家 制作公司招标 坐享其成就行了 结婚 还想结婚呢 Nur focus USC 依依 你干吗呢 我看书呢 妈 Tim 行 那你早点睡啊 этих 从从从从 来 瞒天过海 解刀杀人 趁火打劫 声东击西 湖中生有 隔岸观火 下雨淋藏汤 隔岸观火 隔岸观火 小薇一 行 我现在过来找你 行了 都下班了 回家吧 我认为如果咱们帮肖工军再拍转体片 就会有助纣为虐的嫌疑 还助纣为虐啊 他的实体非常地脆弱 即便他上市成功了 不过是在欺骗更多的投资者 更何况 如果他上不了市呢 小二叔这次花了大价钱 找了最专业的咨询公司 人家成功的案例不少 那些咨询公司有些都是做假的 这点我比你清楚 假的成功了 就变成真的了 很多公司上市之后就摆脱了困境 因为上市而走上正轨的公司 也不在少数 有这种顾虑的想法不是我一个人 肖战想法跟我一样 他顾虑人别 他认为肖红军现在做的事情冒险激进 不计后果 而且有点自我膨胀 三十万都给他了 公司的事跟他没关系 对啊 就是因为公司跟他没关系 他还在管这些事情 他拿你当兄弟 他说的话你得听 你知道什么叫兄弟吗 如果他有困难 我一定帮忙到底 我有困难 他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但问题就是如果他成功了 我心里就别扭 我成功了他心里也不舒服 这就是兄弟你懂吗 我不懂 不知道你们这些都是什么想法 男人的想法你们女人不明白 我们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这次笑话说真的 他出了什么事 我们最多就是一家合作的企业 跟我们没什么大关系 不过啊 我倒盼着他能成功上市 他成功了 就证明了你们这些顾虑 都是启人忧天 是 别看了 有女朋友还看别的女孩 是 一春 一春呢是 一春是谁 仙女 三仙女 演三仙女的个女演员啊 婚天喜地九仙女 那个烂剧你也看 我女朋友看 幼稚 他们俩年底要结婚 消息还没公开呢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告诉我的 是徐阿姨跟她说的 好你个疯度 瞧我们娘的 就想跟她结婚 我 你想怎么着 我告诉你 你要来应党保证美希 那你跑来告诉我 什么意思呀 你 你别管我什么意思呀 我话给你落这儿了 如果他俩要是结婚了 你可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剧本写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写完给你看了 影视公司老板 亲自写剧本 你这是要创造行业内的奇迹啊 写剧本 是我从小就想干的事 你打算 通过这个剧本 向世界传达你的声音 这也谈不上 至少啊 想说点心里话 你心里想的 不见得所有人都理解你 那我心里可都是阳春白雪啊 不要脸呢 你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我觉得这几年啊 你变了 我哪儿变了 说不上来 反正呢你觉得你 越来越 越来越什么呀 越来越女人了 还去你的 我原来不是女人啊 你不是这意思啊 但我总觉得原来你吧 天不怕地不怕 身上就有一股不服输的闯地 现在这股闯地越来越少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女人嘛 知足常乐 这很正常 但我认为你不是一般的女人 你应该更加明白 我们这公司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 我们还要继续闯下去 我们目标明确叫勇往直前 这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的 什么事也干不成 你想干什么我不反对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 淹死的都是会睡的 我们足够的 那种通话 我们要快点喝 那种不浪水 是这个 Ted 这一句挺高兴的 你 desperate 一筹 也许是什么 有什么 他说什么 你可不得开心 我忘了 我怎么得开心 是哪儿 跟他说什么 我不得开心 就不用好了 你哥年底结婚你知道吗 我也是今天下午 才刚听我爸说的 你就没打算告诉我 我想告诉你 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开这个口 我 冯清 这么多年 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我对你哥怎么样 我知道 一春 这么多年我不都看在眼里吗 我知道你难受 可是试试之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你知道吗 冯都要是真敢结婚 我就要他好看 我下午在开会呢 都这么晚了 你赶紧睡觉吧 明天咱们再打电话说行吗 好 晚安 快了 你再站着干嘛呢 你在站着干嘛呢 上厕所啊 好 那你赶紧去 你赶紧去 肖战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 着急忙活儿叫我们来干嘛呀 这怎么回事 别了 这你也能信 他们瞎写的 这小女孩没死 是她奶奶造的谣 第二天电视台就更正了 小女孩是粉碎性骨折 粉碎性骨折 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粉碎性骨折 这还不够让人同行的吗 你大老远的跑回来 就为了说这个 我们就是拍电视剧的 不能为观众的智商负责 那报纸你看了吗 新闻你看了没有 现在社会舆论一编导 全部是骂你们的 不对 是骂我们 我也是公司的股东 嘴长在人家身上 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管不着也管不了 行 那我请你换个角度 想一下行不行 现在社会语伦一直说 说你们是拍烂剧的 烂剧 请问这对你未来的商业运作 有半点好处吗 更何况 文化产品多多少少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吧 行了行了 你别唱高调了行吗 就四婶 你跟她聊社会责任 她懂吗 四婶 那小女孩是四婶的孙女 我都跟你说 我们就是拍电视剧的 拍电视剧干吗呀 可不就给观众看个热闹 找个乐子吗 你说 看看聊斋 看完我满世界地找狐狸军 那不是你脑子有问题吗 就你这混账言论被记者听见了 又是一顿骂你信吗 行 我知道 您现在是大公司的精英领袖 怕我们这事损害你的名誉 行 你可以撤股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撤股啊 那之后这烂聚九千女 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 官司也与你无关 你也别怕挨骂 有什么事 我担着 我不怕 彭彭你 行了 小战 你别跟她计较 回头我会劝的 你好 女士 请问你是这家影视公司的吗 是啊 我就是这儿的办公室主任怎么了 这是给你们的 什么呀 法院传票 恭喜你 我必须给你们的 给我nier 诶 公司十多元 käyt Lena 的人 你们 不要 就没干过什么好事 她凭什么就觉得自己有理吗 她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吗 你说懂不懂 自个儿的孙女儿 自个儿没有照顾好 摔伤了 来怪咱们电视剧 我看我们还是和解吧 和解 凭什么 她这明摆着 是要讹我们的钱 天上的雨 它慢慢的飘过来 陪着我慢慢的走 诉说那将来 亲爱的你 我这一片梦不改 不知能否 走进你的心海 我的爱对你说 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 一个现在 冬去了春爱 雪花了云海 这份爱在等待 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又会没赔 或许多的爱 热开 转身地的年轻 或许多你 ming rapid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 冬去了春来雪花了云 开车风还在等待 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